我这还没有走到公交车站 这雪下得越来越大 好冷 现在是零下四度 今天是这个冬天第一场大雪 踏着雪的感觉已经太久了 此刻零下四度 有些那种渗透的冷 有点寂寞 有点兴奋 又有点期待 期待什么呢 其实什么也没有 不变的路程 不变的巴士 不变的时间 看着匆匆忙忙的人 大家都奔向哪里呢 每个人都在农历着活着 活着必须做些什么 才不亏待今天的时间吧 果然让我等得到了惊喜 因为大雪 巴士出现的麻烦 巴士的煤关不上了 刺激让着急的人 可以改换别的巴士 他就一边给大家道歉 一边慌忙地打扫 巴士没哭的雪 这边有点灯 这边有点灯 扉上来 左边 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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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说 这个 我喜欢的 那个水 已经溶掉了 已经溶掉了 水已经溶掉了 水已经溶掉了 大多少人都下去了 车门仍然关不上 后来司机用工具 凿嵌嵌在煤缝里的冰块 80门终于关上了 仅留在巴士里的少部分人开始鼓掌 心里一热有些激动 大家都同样面临着工作迟到 但谁也没有怨言 浪费了这半个小时 这也许就是一个人 活着最有意义的那种感觉吧 你说人活着什么重要呢 哇 超凉啊 超过几点 我到了 哇 我走一走这 这儿还蛮干净 对吧 听这个地方我们也在这儿走 快点 没有 前方 总是 此人 总是 Bangkok 不是 粗子 我都大 我愛你 我看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哇这这种拍法有点逆光 考虑考虑 他在想我没再去哪去吃点东西 在想到哪有好吃的店 去哪里 哪里 走着去 是吗 中华料理店 是吗 是一个日本人开的 但是他是在那个厨房里做主厨 然后自己把我们的店对着 日本人开的中华料理店 工作结束 一向繁忙的闺蜜 也是同事的她 说今天可以一起走了 我没打算去吃些好吃的 能见到公民 也是我这个工作最最开心的事 我们来了这个中国酒家 但是今天是 进修日 进修日 那走吧 走吧 这回小头 都会想出来一个地方 喜欢简单的理由就是如此吧 简单才能真正体会自己的内心 其实大家都不想生活的太复杂 不管是物还是人 简单的活着也许才是人最本贞的样子 这也是我想端实的一个意义吧 咱们干杯一下吧 生个新年了啊 干杯 干杯 好 干杯 做单 7 所以呢 谢谢大家